接下來請土瑩董事長 委員好 來 我先問一下 沁安海科館的連帶 4億9731萬的欠款 現在售藏了多少錢 目前售藏的金額是比較少 所謂比較少是多少錢 具體的講 大概是1萬多塊 4億9731萬 現在售藏的金額是1萬多塊 這個可以用比較少來加以形容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沁陽海科館這部分 它本身是有一些抵押物 好來 講得非常的好 請問有什麼抵押物 就是它要蓋這個海科館上面 這個地上泉 好來 先提一下 沁陽對於海科館那塊土地 上面有地上泉嗎 好 你們就這個地上泉估價值多少錢 地上泉的估價目前大概是7858萬 4億多的欠款 現在唯一的擔保物是地上泉有7000多萬 你會不會覺得兩者差距太大 他當然在借款的當時有一部分是 就是要以這個建物完成之後做為抵押物 那完全是什麼 拿工股航庫的錢 然後蓋好的東西 要拿來當抵押物 根本就買空賣空啊 拿工股航庫的錢 來承包政府大型的公共工程建設 然後拿完成的公共工程建設 當作抵押物 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一步一步喔 給大家用很透明的方式看清楚 欠了4億9731萬 現在售藏1萬1千136元 然後現在呢唯一的抵押物是那個地上泉 地上泉你們估價 上面說有7800萬 來我們看齁 到時候這個地上泉的拍賣 賣7800萬 董事長有沒有信心 這部分我們還沒有去執行拍賣 最主要是 為什麼 因為這個海科館的本身 它是一個公共設施啦 所以咧 那如果說我們去把它做進行拍賣的話 可能後面這個行街的這個 欸那董事長 你這樣講我就聽不懂啦 從土地銀行的觀點 那個地上泉到底是抵押物 還不是抵押物 它是抵押物 那它是抵押物 你又說是公共工程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辦法強制執行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把它看成抵押物 它不是不能強制執行 那你什麼時候要強制執行 因為這個行政院對於這一部分喔 它是有 之前是看看我們銀行 可不可以行使這個金融介入權 這我知道啊 結果你們決定沒有要行使金融介入權嘛 我們有找了非常多家的商商買購物 最後的結論就是沒有嘛 最後的結果 我有說錯嗎 不是最後的結果他們當然希望是有一些其他配套的措施才有辦法去行使啦 那但是因為這個主導權不在我們銀行 先停一下 銀行借了錢出去 然後唯一的擔保是那個地上權 你們也拿到申訴確定判決了 現在要不要去強制執行實現那個債權的主導權不在土地 那請問在誰身上 不是這個地上權喔 我聽不懂啊 這個地上權我們是希望說跟海科管可以做一個協商 那 你要如何協商 因為我們目前呢是把它這個做了一個假扣押 換句話說呢 它也沒有辦法再把它 董事長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啦 你做那個假扣押有什麼意義 上面已經做了擠壓權的登記 抵壓權具有追擊性 這個是任何學過物權法的人最基本101啊 你有沒有假扣押就抵壓權的實行來講一點都不重要 我現在最關鍵的問題啦 第一個 這個地上權你們當初給他的擔保價值是7800萬 我就直接問你啊 賣7800萬有沒有信心 因為如果到時候沒有賣到7800萬 甚至連一半都賣不到的話 那我們就要來追究責任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初這個擔保物的價值是怎麼訂的 賣7800萬有沒有信心 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最主要是這個地上權本身喔 如果說現在去把它賣掉的話 其實承接的人的意願不會很高 對嘛 承接的人意願不會很高 這就回到我一開始問題的重點啊 當初唯一的擔保物是這個地上權 你們告訴大家 鑑定出來的價格有7800萬 所以我現在問你嘛 賣不賣得到7800萬有沒有信心 現在要在東扯西扯 說是公共工程承接的人意願有限 那代表什麼 代表根本不值7800萬嘛 我們是希望可以跟海科館做協商 對嘛 協商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目前我們是進行了假扣押 但是海科館希望我們把這個假扣押呢 可以把它解除 那當然我們 因為我們那個有 我直接秀 我直接秀給你看啊 每一次在行政院開的會 會議紀錄我都調出來了 土地銀行大概參與到去年夏天 今年1月的時候 行政院指示 要求教育部及海科館協商聯帶銀行 就是你們土銀 把地上權給塗銷掉 把地上權塗銷掉 你的抵押權就失所復利了耶 所以你們土銀會答應 把地上權塗銷掉嗎 我們目前當然是沒有答應啊 對嘛 所以我還是要具體的問你啊 請問你那個抵押權什麼時候要實現 欠了4億多塊5億耶 現在收藏只有新台幣1萬1千1百多塊 你們作為一個債權銀行 去把屬於大稅人 屬於股東的債權追討回來 可以這麼怠惰喔 不是 我各位報告一下齁 時間到了齁 時間到了 最主要是我們那個海科館呢 跟我們末路的大概有這個 旅約保證金 那旅約保證金因為有的部分 他們有旅約的部分 那這個海科館已經把它扣掉 所以這部分的金額大概還有七千八百萬 董事長 你回去把你自己今天的發言再聽一次啊 我所有實質的問題你有回答嗎 問你有沒有 問你有沒有把握 把這個抵押權實現 如同當初固定的價格七千八百萬 可以順利拍賣出去 不敢回答 開始牽涉到公共工程 成買的意願低落 那我就直接挑戰嘛 當初七千八百萬這個價格怎麼鑑定的 不是在開玩笑嗎 我們希望跟海科館可以做協商 對嘛 所以我就問你嘛 所謂協商的內容是什麼 海科館出一筆錢給你們 然後把地上權給塗銷掉嗎 可是會後再去跟委員報告好嗎 我要再去報告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 謝謝蕙鴻泰委員質詢